谁也没想到孙小宁竟然早就感染了艾滋病 孙小宁原本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女孩 当初她之所以对炳坤暗送秋波 正是看到炳坤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 孙小宁因为好高骛远 所以在南方根本找不到好工作 于是只能靠美色做起了陪酒女郎 孙小宁懵寐以求的就是这种扣女人的生活不必攒钱 花钱如流水 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不劳而获 还有机会接触真正的成功人士 在只最精密中孙小宁宁愿沦为男人的玩物 后来孙小宁被一个富商包养 富商承诺会迎娶孙小宁 于是在孙小宁的脑海中 不断想象着成为富太太后的生活 结果孙小宁被富商老婆找到一顿暴打 富商也不见了踪影 更悲催的是此时的孙小宁不但感染了艾滋病 还怀上了富商的孩子 孙小宁将自己的家底挥霍带进后 就挺着运渡回到老家 最终孙小宁留下一封遗书头将自尽了 年迈的父母不认识字 他们还以为女儿又去南方打工了 遗书更是揭穿了郑娟的真面目 原来孙小宁曾花钱雇人案中调查过郑娟 年间时的郑娟就是个交际花 常常和一些流氓私混在一起 在意外怀孕后 郑娟才想到勾打丙昆这个冤大头做长期饭票 在孙小宁看来郑娟对周家公婆的照顾 也都是在演戏给所有人看 在郑娟的精心谋划下 她终于从一个未婚妈妈 逆袭为了周家的好儿媳 得知真相的丙昆肠字都毁清了 不过现在郑娟已经给周家生下儿子 因此丙昆也只能认命了 丙昆还和赶超商议 绝对不能把孙小宁的死告诉孙家父母 否则真会要了二老的命 所以孙家父母致死不知女儿早已离世 几个月后在大江的下游发现了一句支离破碎的女尸 报上登了三次认识通告 始终无人问津 最后有关方面只能作为无主尸体火化了 丙昆本想告诉赶超 但考虑到她的情绪 还是选择了隐瞒真相 自私又贪心的孙小宁 最终为自己的不安分付出了惨痛代价 如果当初孙小宁听从丙昆的劝告好好复习 那她的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 毕竟当年孙小宁高考仅仅只差了六分